不买手机办不好 还料人迟到砍伤了通讯航的员工 宜兰有民众周二到通讯航办理手机业务 过程当中不满意柜台小姐的态度 她自己摔了手机出气之后 当晚又找朋友助阵 持着开山刀砍伤了通讯航的另外一名男员工 造成她左手三只手指断裂紧急送医 一名白衣男子才刚从店家门口走出来 突然来了一台机车 正准备要上前打招呼时 没想到机车上的嫌犯 直接拿出开山刀往他头部砍 嫌犯不但持刀还找朋友前来助阵 他就拿刀就直接就冲过来 我觉得他就是失心疯了 所以我的下意识就是先去制补他 男子第一时间徒手挡刀 接着抱住嫌犯缓和情绪直到警方到场 头就被砍了一刀 然后右手也去接刀 第三刀就是手上这一刀最严重的是 接了好几刀男子不但左手三只手指韧带 以及神经断裂 额头也有刀伤 但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7号早上11点多 嫌犯到宜蘭市一间通讯航 想办理手机业务 过程中觉得柜台小姐 没有将事情处理好 先弃的当场摔手机离去 但怒气仍未消 当天晚上9点多 打电话给通讯航 黎明之前已经有业务往来的店员 公称想要道歉 但实际上却是动手要砍人 协调固论中 忠明持刀上前与店家发生肢力冲突 警方于接握报案后立即到场 将犯行三人逮捕归案 只因为手机办不好 就找朋友持刀砍伤人 三人被依照伤害 妨害秩序罪嫌 依法送办 记者 一栏综合报道